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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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們看一下一次式習題的第一題 題目叫我們畫出下列兩個函數的圖形 那在畫圖之前我們先介紹一個APP 它叫Desmos D-E-S-M-O-S 然後這個Desmos的APP的話 它是一個可以當計算機 也可以畫出各種函數圖形的軟體 不管你是用IOS系統的手機 還是Android系統的手機 你只要掃描這邊的QR Code 就可以輕鬆的下載 那假如說我們現在沒有Desmos這個軟體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畫出這兩個小題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小題 第一個小題告訴我們是Fs 等於三分之二s加四 然後我們已經學完這個章節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它是一個線型函數 那線型函數換在座標平面上的話 會是一直線 所以我先取兩組S值 那我為了好算 所以我就取S等於0 還有S等於3 當S等於0帶進去的話 Fs會等於4 當S等於3帶進去的話 Fs會等於6 接著的話我們就畫出我們座標平面 所以我就會先畫出S軸還有Y軸 然後我就把點描上去 我可以剛才找出了04這個點 還有36這個點 然後接著我把這兩點連線起來的話 它就是Y等於Fs等於三分之二s加四的圖形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第二個小題 第二個小題的話告訴我們是Fs會等於-2乘上S加1 刮鬍的平方再加上3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函數的話是一個二次函數 那二次函數畫在座標平面上的圖形會是一個拋物線 接著的話我們可以知道S平方向前面的係數是-2 那-2是小於頂的 所以我可以知道它開口是往下 接著我也可以知道它的頂點座標會是-13 所以我們在找另外幾組的S值 然後把這些點描在座標平面上 那我找的S值的話我就找-3-2-1-0-1 然後將這五個值帶進去的話 我可以得到Fs的值分別會是-5-1-3-1-5 接著我們就把這五個點-3-5-2-1-3-1-1-5 這五個點描出來之後 我再用圓花曲線將這些點給它連接起來 這樣就可以得到Y等於F-4-S等於-2乘上S加1 瓜火的平方加3的圖形會如圖所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